戰情研究室 好 我們為止連線的是 這個韻達投物的分析師 鍾麗龍 余蓉早安 大家好 我是鍾麗龍 麗龍 我們來觀察一下 其實我們有整理一張字卡 也就是黃金的走勢 在去年 我們可以看到 黃金的走勢一度來到1795美元 那是在去年10月份 其實距離下沒有很久 但現在為止 剛剛看到了 不到1600 大概維持在 1580多塊美元左右 而這短短 幾個月的時間 就下跌了 幅度已經是超過一成了 不過黃金下跌 除了投資黃金的人 有點在意之外 因為它這個畢竟獲利縮水了 但是 有沒有人受惠呢 其實我們來看到 封測是不是也是一個大利多 因為黃金的價格下跌的話 就變成說它的成本 也跟著變少了 變低了 但除了金價跌之外 其他的封測還有什麼利多 也就是聯發科 新的晶片 現在看起來市場普遍的接收度還蠻高 而且還蠻受歡迎的 預計呢 這營收未來會持續再增加 而3月份呢 庫存去化已經要結束 再加上新台幣現在 是慢慢的趨向貶式的 光是一個月以來就貶了 大概有0.2%左右 接下來這個封測的部分 IC封測要怎麼來觀察 李永 好 首先我跟各位報告 為什麼這個黃金一直跌 因為之前的一個黃金的上漲價格 是在美元的一個走弱 那麼近期的一個美元指數 基本上往下 由下往上走的一個態勢 其實相當的一個強勁 所以導致這個黃金的避險需求下降 那麼導致整個這個黃金的一個金價往下跌 可是這也透露出一個 一個比較大的一個警訊 這是總體經濟的一個部分 因為理論上來講 如果說無限QE的情況下 應該會帶動一些溫和性的一個通膨 因為大家預期未來的一個錢 會越來越不值錢 所以會搶著今天趕快去買東西 因為明天的東西會上漲 所以會帶動所謂的一個 經濟刺激的一個效果 可是黃金的部分 包括油價這些通貨膨脹的一個指標 在聯媒的往下跌 或者停在低檔的情況下 它意外的一件事情就是 QE的一個效應 它到這個地方似乎已經開始 慢慢在遞減 後續上 所以你就要留意一下 後續上的一個風險 那麼剛剛一華有談到說 黃金下來對於成本上面的一個下降 我們理論上來講 對於這個封測廠 比如說2325的細頻 或是231的日月光 應該有比較大的一個幫助 事實上 在過去經濟在往上走的過程當中 這些封測大廠都已經開始 把過去的黃金的一個製程 慢慢導向一個銅製程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認為大概這兩三年 大概都有一定的成果 所以相較而言黃金上漲對他們受害程度上面來講有限 相對而言這個黃金下跌對他們的一個受惠程度也是相當的一個有限的 那麼另外的剛剛一華談到這個聯發課的一個部分 我們這裡跟各位談過新值階段盤勢上面的一個重點就是 一直都沒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主流去做一個接綁 那麼特別是在電子族群的一個部分 因為這個地方利空或者利多的一個消息面相當的一個多 比如說昨天的一個這個宏達店出現了一個 這個營收不如預期的情況下那麼股價開始走低 那麼但是相對而言這個聯發課的一個股價走勢的卻在創新高之後 才做短線上面一個拉回 所以在利多利空都相當紛擾的情況下 六神五組我認為聯發課如果說能夠成為盤面上面的一個主流 帶動整個IC設計的一個氣氛來講的話 應該會比較不錯一些 那麼從回到指數的一個觀察 因為我們還是要強調一件事情 目前短線上的一個指數的一個角度上面來講 要看的是成交量 那麼昨天的一個成交量呢 來到了985億 雖然K線形態收回K 代表是有人擔心這個行情高檔有反壓 那麼這個擔心可能在於什麼我們可以猜猜看 3月9號的一個反核大遊行 那麼包括南北韓之間的地緣甚至關係的一個緊張 這可能是導致有人買進 但是相對而言也有大量的人去做一個獲利了結的因素 但是不管怎麼樣目前的一個均量 就是我們下方的一個成交均量的一個移動平均線呢 原來是還往上走 所以即便這個行情沒有辦法往上直接往上攻克 那麼短期之間應該可以維持在一個 這個高檔的一個震盪整理 可是中線上面的角度還是要看到周的KD指標 因為我們發現一件事情是說 在整個3月4號那根長K打下來過 然後周KD指標是形成高檔的80以上死亡交叉 那是一個起的訊號喔 那麼所以說 這個禮拜五之前如果可以收復3月4號的一個 7966點的一個指數的一個位置來講的話 暫時可以化解一下 這個KD高檔即將死亡交叉的一個疑慮 但是未來如果一旦出現這樣的一個訊號的時候 中線上的一個投資人還是要特別的一個謹慎跟小心喔 好的 讓我們回到剛剛封策的一個話題喔 我們實際也整理了一張所謂的籌碼面的東西嘛 像是我們觀察到了 晶圓店 日月光 系格還有系品 其實最近外資跟投信都是在買超的 而且我們也知道在近期四個交易日之內 這裡面呢 四檔裡面呢 其中有三檔 投信還是繼續在買 包括日月光 系品跟晶圓店的部分 持續在加碼耶 剛剛有說到 雖然說最近股價好像已經來到 慢慢有發動的跡象出現了 而且像外資跟投信 兩邊都在加碼 如果這四檔的話 你怎麼來看呢 是有比較挑這個裡面基本變比較好的嗎 還是說未來股價真的可以來噴出的 大概是怎麼來挑選 其實如果我們講封策的話 是很大的一個族群 但是我們如果把它細分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的聯發客在創新高 來到353塊 它直屬的下游封測廠就是兩家 一個是2449的晶圓店 我們可以看到昨天創下一個波段新高 這家公司的股本119億 所以不是小公司喔 創波段新高 它絕對有相當程度的意義 那麼另外一家直接的一個 受惠的一個封測廠就在6257的系格 今天還要在持續往上走高 所以它其實同樣都是封測族群 但是它測什麼的 檢測項目是什麼的 原則上都有一些差別 那麼再來說最近的一個面板的一個部分 其實雖然這個股價的走勢上面稍微有點停滯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在驅動IC的部分 3034的聯勇昨天寫下一個波段新高 那麼相對比較落後一點的3598的毅力呢 昨天也在創下一個短期的上面的新高 那麼面板驅動IC的一個封測廠 就是6147的一個齊邦 今天股價走勢呢 雖然是呈現一個這個頻繁震盪 但是昨天的一個股價走勢也是創下波段新高 所以從這些封測股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或許我們傳統的既有的一個觀念 封測就是看封測雙雄 2311的日月光 或是2325的細餅 但是似乎在法人在這個產業面的一個偏好上面來講 似乎也會喜歡找一些跟現階段排面上 比較熱門的一個股價有聯動的一個封測 所以如果真的要我去選的話 我認為2449的晶圓電 6257的細格我認為應該是首選 好 我們非常謝謝黎榮 聽到晶圓電跟細格 是他比較偏好的一些IC封測的各個